一艘探访铁达尼号 乘船残骸的观光潜艇海洋之门号 在加拿大东南部的海域失去联系 美国跟加拿大已经动员展开搜寻 铁达尼号邮轮在1912年撞上了冰山 沉没在加拿大纽芬兰东南方640公里 大约3800公尺深的海底 而深水观光潜艇海洋之门号 是以每个人25万美元 大约台币750万的费用 载人潜入了深海 在铁达尼号四周围来探险观察 今年第五趟行程自上周展开 预计20号浮出海面 如今在半途就失去联系了 干脆了解这个潜艇 可能搭载了物名的观光客 而潜艇当中的高科技设备 可以维持成员好许个小时的维生 以及让及时获救的几率提升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